平日早上 醫院滿滿人 想要排隊掛號 我未來想要百元看病 恐怕越來越難 衛福部公告 停止適用 醫療機構收取掛號費 之參考範圍 也就是取消掛號費 審查機制 缺藥 藥價上漲 然後健保幾部 藥價幾部減低 還有點值的低落 實在是撐不住了 不少診所 早就因為物價高 撐不住 調查2023年6都 就有475家醫院 調漲掛號費 2024年截止2月 更有326家醫院跟進 不過原先只要 門診掛號費 超過150元 急診超過300元 就要報請地方 衛生局備查或審查 住的那個醫療機構 會有聯合掌 調整掛號費的情況 那這部分其實在 公平會那邊 公平教育委員會那邊 他們幾年前 其實他們也有 關注過這個議題 那這部分的話 衛福部這邊也會配合 長遠來看 勢必還是會 會有調整的這個時間 像是新光醫院 正熙醫院等都透露 不排除漲價 甚至北一 萬方 雙和 慈濟更新 也早就調整價格 而基層醫療協會理事長 林宜蘭也分析 小診所被要求維持開診率 看診越多 收入卻越少 過於診所的營運成本 不斷提升 至少有兩成以上的診所 運量調高花費 我覺得還是需要一些 審查制度 不然這樣診所就可以 自己覺得第一段不夠 就可以自己漲價 不過取消審查恐怕讓民眾難安心 民間監督健保聯盟也批評 過去即使收取超過金額 只要被查沒下關罰則 現在連天花板都不要了 根本是無能 花花費天花板解禁 印發兩極看法 這裡請問一提 特別報導